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与少林武当并称为中华武术的三大流派 以灵巧迅猛著称 在西南地区得以独占凹头 明朝夹境年间 文武双全的名臣唐顺之 在观看了一场峨眉道人的武术表演后 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忽然树发一顿足 牙石崩裂金沙走 去来星女至凌缩 妖娇天魔翻翠秀 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这场表演 也展现出峨眉武术 如神似魔般的快速敏捷 这样的记忆 曾让四百多年前的古人惊叹过 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有幸见到 王超今年五十六岁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峨眉武术的代表性传承人 峨眉武术就在这一朝一世中流传千年 也发展出了丰富的种类 峨眉就发相于我们这个峨眉山 他的历史我们追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是一个武者 后来隐退过后在峨眉山修炼 他创编了峨眉通辈拳 以及他的员工建法流传至今 四川人他自然就是在崇山峻林当中生活 他自古以来这个习性就是 所以装饰比较稳健 然后动作是比较灵巧灵活 白元通辈拳 为战国武师司徒玄空所创 模仿猿猴之事而不取猿猴之行 通辈即利游备发 两倍通灵 其打击动作讲究放长机缘 轮必成员 整套拳法 斜巧用功交错攻击 黄鳞拳 又称龙拳 是峨眉武术中的象形拳术 积极特点以拧腰转化活肩旋轴为主 借力使力 矫健柔韧 峨眉拳 相传为男宋仪道姑实创 初为出家女子的防身术 讲究不以利敌 应以法胜 全部接手 后发制人 峨眉拳法 灵活多变 在兵器上 更是将峨眉武术 一以贯之的灵巧 发挥到了极致 峨眉拳法 是由女孩发簪演变过来的 又名叫分水刺 我觉得它的特点就是 短小金汗 古代的时候在女子的头发上 然后遇到危险的时候 拿下来可以当一个暗器使用 所以基本上 它练峨眉刺的都是女孩子 它也算是专门为女孩子 编造的一个防身的武器 峨眉猴棍 动作模仿猴形 灵巧跃动 灯云踏幕 配你由峨眉棍演变而来的招式 整套棍法既有表演性 又有寄机性 猴棍就是咱们峨眉武术里面 象形全数的一种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 一是模仿猴子的一些 灵活的一些动作 然后加上一些 就是灯杆 爬杆的这些动作 刚开始我觉得模仿的时候 一直找不到灵感 一直找不到灵感 不知道 就是老师给我说了以后 我完全不能理解 他的那个意思 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像 后来他又 有一次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比如 就是咱们峨眉山 不是有很多猴子吗 然后他就亲自带我去山上 就是观察了一下 这个猴子的一些生活习态 然后后来会慢慢地 随着这个时间的增长 自己的那个阅力 还是就是慢慢地 领悟了那个猴态的一些特点 额眉剑法 由点、刺、皮、撩、挂、云、穿 等剑法而构成 所以说它表现的话 是一种飘逸、清零、圆活的 一个套路 旧日的武林豪杰 十年磨一剑 只问谁有不平事 如今恩恩怨怨的浮云 烟消云散 江湖中的人心人性 才得以愈发清晰 习武之人苦练十年 不再为勾销恩仇的一剑 只求对自己心性的磨练 指歌为武 思通造化 随通而行为术 习武之人 练的是武 通的是术 事随时变 峨眉武术也在新的时代里 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云来山更佳 云去山如画 从前的武林豪情江湖风云 像缭绕的云雾 朦朦朦的峨眉 引人遐想 而如今云层之下 峨眉武人隐匿于滚滚红尘 苦心习练 只为笑对这一方烟火人间 青龙武馆 就位于峨眉山脚下 王超师傅业余时间 就在这里任教 下午的上课时间到了 孩子们陆续来到武馆 古古的小院子里 即将响起 铿锵有力的拳脚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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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走到高度 早一点 很好 好 走 对 穿出去 从你的这个手 看过去看到没有 眼睛一定要圆撑 撑大 撑大 看到没有 术眉山 术眉山 文武学校 是当地一所全日制的文武学校 这里的孩子既学文又习武 每天早晨就从这样的练武开始 巴蜀自古 有上武风气 今天仍有不少家长将孩子送到这样的武馆 文武学校或者培训班去学习武术 青少年儿童 他们特别的喜欢武术 这就是看出我们这个武术的未来 和武术的希望 我会推荐我的闺女 他们都来学习下武术 武术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强身健体的一个好项目 女孩子嘛 出门在外 你有几招 你心里自己也踏实 朋友啊 就周围的 其实他都会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 每个人都问 你练了武术 你能打过几个人 然后我就想 我不能打过几个人 但是我能保护好我的家人 尽管峨眉武术是最讲求灵巧 但始终比不过现代社会的瞬息万变 而孩子们的一拳一脚虽然稚嫩 却仿佛庇护着这门古老记忆 让他在未来也能留有一席之地 峨眉之高 不只是这望眼 更助人见天地 练武之人 要看到眼前路 更要顾及身后身 触立山巅 一代代峨眉武人 看过天地的广阔 才懂得自身的谦卑 超脱胜负的樊龙 才能让峨眉武术传扬千年 如果说灵巧多变的招式 让峨眉武术成为一门精湛的记忆 那么千百年来激励俄眉武人自强不息的武德 早已使峨眉武术成为一种文化 淬炼着巴蜀人坚韧又不失灵活的精神 铸造着无数人 包拨万象又独具一格的傲骨 让世人继续仰望着他 高远无边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